来参观一下粉丝们送给我的新家吧 这个红石灯的按钮应该是门的开关吧 哎 还有没有反应 啊 一开一盒那么快 不行 我得快点进去 抓住节奏 嘿嘿 我进来啦 小可爱呢 自己进来呀 哦 还有个后门 Exit 安全通道 算啦 我打开后门让你们进来吧 哇哦 这个房子真的好棒啊 冰箱 边上这个圆圆的是酒桶吗 哦 冰箱好像喷出了个什么 哎 荔枝冰箱 我的最爱 这个琉璃台很棒哎 那么快 这个漏斗水本里居然还有一条咸鱼 哇 烤面包机 还有白色的钦影盒橱柜 这个厨房真棒啊 还有烤箱和微波炉 餐桌是时下最流行的吊灯小店上嘞 啊 我刚刚都没有注意 这个鞋帽架 还有这个挂外套的架子啊 好好玩啊 啊 真的能拿能放哎 哦 超大水族管鱼缸 啊 我也好想在家里摆一个 听众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啊 这个最大的里面还在冒泡泡 好神奇啊 还有水草和各种小鱼 好漂亮哦 哇 超大落地窗和书下客厅 边上这个壁炉是画吧 不过很应景的 存物区楼梯配合墨地竹也是美美的 一闪一闪亮晶晶 哎 可惜箱子都是空的 上楼看看吧 Oh my god 这个是我们这一片区域的地图吗 边上这个炼药区域也很充分的利用起来了呢 那这个一定就是我的房间了 哦 电脑桌和爱心小便签 哇 这个窗户好好看 不同于原版的玻璃版 但是透过窗户还是能看到外面的 哦 双人床 什么鬼啊 虽然粉色窗我很喜欢 不是双人床 是给我用来睡觉打滚的吗 嘿嘿 不过这个花花草草的盆景布置不错 还有这个挂画的配色也很棒 哎 这个柜子好评哦 哎 好吧 这个柜子打不开 嗯 这个垃圾桶边上的是冻暖吗 算了 看看厕所啊 哇 金色的洗手池 还分冷热出水口 天花板三个简约的灯管好评 哦 这个置物价和挂式毛巾好评 哎 哈哈 马桶 这个不是我们之前动漫片头里裤子的马桶吗 马桶里面能看到淡淡的水的质感 好细节啊 啊 抽纸啊 按一下 只是个装饰啊 我还以为按一下真的会给纸巾呢 呵呵呵 不过真的好玩 国际象棋 不错呀 可惜不能下棋玩 哦 这个是日光浴区域嘛 那这个一定是风向标啦 啊 顺着水流下面这个车库啊 居然有点小模作啊 果然现在的有钱人都是玩机车 而不是玩汽车的嘛 不过左边这个消防栓好了 哦 沙滩泳池 这个水是从二楼流下来的吗 嘿嘿哈哈 这个装饰好评 啊 这还有一堆挂着的轮胎 这个好像是加拿大的风俗吧 应该是一个叫沙滩推轮呆的游戏 哦 BBQ 还有柴泽东西 嗯 不是BBQ 这个是带煮汤吧 哎 烧这么久汤都变死啦 嘿嘿 我帮你灭的火吧 嗯 真香